這次如果遇到法國人我們跟她說 Bonjour, ça va? Je suis Anna Je ne parle pas français 然後我會說英文 Hello,Vogue的朋友們 大家好,我現在正在為 等一下要去香奈兒打小做準備 你們不要跟我一起進來房間看看 這個時間來巴黎有個很漂亮 就是因為現在早上是八點 然後因為這邊今天蠻冷的 所以巴黎有種冷嗖嗖 但是有種浪漫的氛圍 我覺得身為巴黎人很幸福 因為窗外就是這個美景 然後對面有個人耶 Hi 對,現在距離秀還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很從容的化妝 然後get ready 因為我覺得要從容的get ready 比較有安全感 這是我的化妝師Janny 然後這是我的髮型師Yuna 然後每次讓我這麼perfect 這麼漂亮就是靠她們兩個了 然後呢 我今天要來看香奈兒的秀 這是邀請卡 看到嗎 我覺得這好漂亮 你看那個山楂花 而且它是立體的 我們把它打開來看看裡面 哇 香奈兒的經典黑與白 這張照片給我一種很神秘的感覺 不知道今天秀場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我這次的服裝重點就是 想走香奈兒的經典黑與白 然後又有它一點年輕的元素在裡面 昨天訂妝的時候 因為在搭配洋裝的時候 有很多個腰帶的選擇 它有寬的啊 又窄的 然後有皮的跟鐵穿鏈的 所以就是真的很糾結 最後就選擇了一個比較反差 讓它比較酷 然後配一個比較 嗯 一樣的一個洋裝 對 你們等一下看一下 昨天對Yuna在跟我討論馬尾的部分 因為我們講說 配那個裙子到底要 執法好 還是很自然的大捲好 然後我們在這方面也是 想著 怎麼樣搭配衣服 才可以把整個整體造型做到最好 目前的是馬尾 然後因為這樣才會有那個 jawline 跟那個鎖骨可以比較顯現 然後也會讓整體造型比較完整一點 對 因為像我就是比較喜歡比較輕薄的妝感 所以我今天就選擇了三茶花系列的粉底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很保濕很輕薄 所以它就可以帶出我臉上的光澤 可以保留住 所以我今天就選擇了這個 嗯 這樣 然後呢 我自己就也很喜歡這個唇頰蜜 然後在上妝的過程中 就會給自己再補一點 讓自己氣色比較好 叮叮 叮叮 這就是我剛剛說我的那件洋裝 你看這個 它就是你看它有黑白 就是品牌的經典色 像那樣的經典色 然後它又有一種原點點 所以有點70年代的感覺 然後 Oopsie 掉了 然後我就是說 剛剛就是說這個皮帶 我覺得它給了這件洋裝一點個性感 然後又給了我一點腰線 所以它會 我覺得幫我的整個搭配加分蠻多的 然後這是一個小包包 一個小配件 我自己是一個小包包的愛好者 所以 我覺得 Anything mini 就是我很喜歡的一些單品 然後這個呢 是我覺得一個很 很 很feminine的一個搭配 然後 因為想要有一點 符合這個70年代的look 所以我就也搭配了這個 在我的髮飾上面 好 我要準備去換裝囉 我好了 你看我整身的total look 是不是很復古 你看它從鞋子的bling bling 然後上面有個小蝴蝶結 一直呼應到我上面這個蝴蝶結 我覺得整體很有total look 你們覺得呢 I'm so ready for the show Are you Let's go 我家心情很興奮 然後 越近越興奮 就是有點在流手汗 巴黎蠻漂亮的 就是 外面有種很冷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冷 對我來說就還蠻浪漫的 嗨 我到秀場了 你們有看到秀場 今天這一次的步驟嗎 然後我自己很興奮 然後謝謝大家 今天就陪我一路走 說話到現在現場 讓我們待會見